在路上行驶的大货车 连结车 因为车身长又笨重 驾驶的技术得要非常好 有时候开进深山里偏僻的产业 道路 司机常会遇到九弯十八拐 还有致命的发家弯 下面这段影片里的司机 实在太会开了 影片里不止一个发家弯 从悬崖侧面看下去 是好几个接续的发家弯 每个弯都几乎是180度 坡度非常陡峭 结果 这位货车司机完全不慌张 他先缓缓前进再倒车 重复好几次 结果车头很顺利的过了弯 车身也慢慢地下去 从驾驶车内拍出去的画面 可以看见再往前一步就是悬崖 掉下去没死也剩半条命 但驾驶还是不慌不忙 老练地操作方向盘 更厉害地还在后头 司机这次用倒车的方式开下坡 车头两个轮胎已经整个悬空 让人捏把冷汗 但他还是顺利地下去了波浪幅图片来源 涂贝截图赶快来看看技术超绝的影片 八影片来源 涂贝司机的技术实在太厉害了 分享出去让其他人看看八波浪普九居城市的人通常比较向往自然 买了车以后只要有机会就会和朋友家人开车出去自驾游 自驾游就免不了跑山路 今天给经常跑山路的车友们说一下如何在丰富多彩的山路上安全驾驶 一 怎样安全过弯步甩尾上路上最不缺的就是弯道 寒山山路通常是一面是悬崖一面是峭壁 所以在直路行驶时 如果前方对象没有来车时可以适当地贴近中间行驶 尽量不要贴两旁的悬崖峭壁太近 记得入弯时一定要回到右侧车道 一定要仔细观察转弯处设置反光镜 没有反光镜就要进行鸣笔提醒来车 在夜晚和光线较差时要用灯光对来车进行提醒 总之 过弯道一定要小心 要把每个弯道都当作对象有来车来处理 2 如何在山路安全超车切记一点 山路不适赛道 不能弯道超车 超车时一定要提前打开左转向灯并且鸣笔 一定要确保前车明白自己的意图 夜晚要配合闪烁灯提醒前车你要超车了 通常前车发现我们超车意图后会靠右并微微减速做出让车的动作 你就要加速尽快超越 避免长时间并行 超车前降荡加油可以更好的提速效果 3 长距离下山路段如何安全 驾驶上山容易下山难 长距离下坡对于山路经验少的司机是个考验 切记控挡滑行 非常容易失控 长时间踩砂控制车速可能会引起刹车过热而失灵 所以尽量利用发动机制动来牵制住车辆的下坡速度 手动挡车直接降低档位 自动挡车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或运动模式进行降档以便控制车速 4 遇到大货车怎么办如果在上路上遇到大货车 就一个原则 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不要让大货车尾随你 也不要尾随大货车 小车在大货车面前就是玩具 大货车提速很难很费油 通常大货车司机能不刹车就不刹车 有时候车体惯性很大根本刹不住 所以每个大货车基本上都有足够的保险 不用担心伤到小车后赔不起 如果要超车 一定要让大货司机看到自己 相关资料来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